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大家聽過《無量壽經》和《觀禮民壽經》 都強調是三輩九品往生 你有沒有聽過? 其實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當我們相信、法願、念佛 我強調我們已經是淨土人 既然我們是淨土人 淨土人應該做個工作 當然我們要承擔淨土人的身份 除了念佛之外 我們有恩怨不同的條件 要收淨業三福 《觀禮民壽經》所說 欲生彼國者 即是希望往生淨土的人 應該收三福 哪三福呢? 第一福是孝順父母 孝順父母 逢是思長 慈心不殺 不要殺生 收十善業 知甚麼是十善業? 大家聽說十惡業 你有沒有聽過十善業? 十善業 即是身口義是經常做業的 身有三個業 口有四個業 意有三個業 身邊的三個業 譬如說 殺生 偷渡 淫邪 身體的三個業 三個壞事 口 就說 妄語 異語 惡口 挑撥離間等等 四個 然後二是貪診恥 所以這十件事 就是十個惡業 所以不做這十件事 反而做好的事 就是十善業 所以說 第一件 我們盡量做孝順父母 敬仲師長 不要殺生 做好事等等 第二件 就要守戒 他說 壽前三歸 就是巨足眾戒 不凡威 就是我們要守戒 第三件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發菩提心 心信恩果 動軸大乘 勸進行者 這三個叫做靜業 第一類 一般來說 我們叫做誓福 世間應該做的福報 就是孝順父母 做些善事 敬仲師長 不要殺生 這是一般 世間的福報 第二個叫做 介福 首介 第三個最重要是 幸福 就是發菩提心 等等 無論壽經 怎麼分呢 他就說 我們九個品為往生 如果收幸福 就是說收發菩提心 深信恩果 動軸大乘 勸進人者 即是說我們發菩提心 不但自己希望自己能夠往生 也都幫助其他人一起往生 就像今天 主辦這個 就是發菩提心 因為目的都希望 幫多些人靈白淨土 能夠往生 也不是說我自己 聯罰算了 其實在座各位都有菩提心 比如阿妹有菩提心 所以發菩提心的人 他是上輩往生 看他的程度 去到什麼程度 上輩上生 上輩中生 上輩下生 上輩下生 頭三品 就是收所謂 幸福 即是發菩提心 自助到他 那種人 有機會上三品往生 接著 如果你收戒 你不犯戒 就算你不發菩提心 你絕對不犯戒 往生 就是中輩 中輩上生 中輩下生 中輩中生 即是跟著那兩品 然後 收一般的做善事 孝順父母 不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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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輩下生 宋本教來講 這三幅 最好就是發菩提心 就是上輩的三生 首戒 就是中輩頭的兩生 你做善事的 就是中輩的下生 有些人 現在我們凡夫 多十個 有九個 有壞事做出來 有很多壞事 很多凡夫是罪惡 很多罪惡 凡夫 臨終的時候 一般來說 臨終的時候 因為因果報應 他有很大機會 再輪回頭胎 很嚴重地下地獄 或者做畜生 或者做鬼 或者做人 他已經見到這種境界 如果罪惡很重 已經見到地獄的火燒來 他很害怕 但假如他有緣分 有緣分 有個很信佛的人 一個善知識 正在他旁邊 鼓勵他 勸他練佛 只要他肯 在一個境界下 他沒有選擇 已經差不多要落地獄受苦了 他沒有選擇 跟著他的好朋友 教他練佛 就是念阿彌陀佛 只要他練阿彌陀佛的時候 亦都可以往生 跟著他做業的輕重 最重的就是下品下生 沒那麼重的就是下品中生 沒那麼差的就是下品上生 本格來說 犯罪 做惡業的人 都有機會往生 問題在 在當時 他有沒有緣分 碰到善知識 為何他有緣分 碰到善知識 就是等於他以前 前世前世 是做過善事 即是有些因果 在這個時刻 有個善知識 在他旁邊教他 因為這個時刻 他沒有個善知識 在他旁邊教他練佛 他一定 落山莫奏苦 在這裏 就可以解釋 即是有些大德覺得 第十八願 最後那兩句 遺材五逆 誹謗正法 如果他犯了五逆罪 假如他臨終的時候 有個緣分 有善知識 在旁邊 勸他練佛 他都有機會往生 所以問題在 他以前 今世做五逆罪 但前世未必是 再世未必是 前世可能做過好事 以前做過好事 以前拜過佛 那些 他以前做了善的種子 這個最重要時刻 就爆發出來 能吸引善知識 在他旁邊 勸他練佛 讓他往生 所以說 遺杖五逆 誹謗正法 在正常情況下 他們沒有機會往生 除非在當時有善知識 在他旁邊 鼓勵他 他都有機會 靜土宗的第九祖 清朝的偶跡大師說 能不能往生 主是靠相信 法語和念佛 至於往生的品位高低 他們的修行多少 就是 念佛好不好 或者有沒有修其他的福布 其他的三福等等 《觀物理陀經》也很清楚寫出 他說 如果上輩上生 即是最高品位那些 一去到世界 他的花立即開 立即見到阿彌陀佛 立即開悟 生無生法忍 非常好 因為下輩下生 第九品最差一點 去到正土 他蓮花不開 已經是十二劫 蓮花才開 那時他見到 觀音菩薩 大四節拍 就開始發菩提心 雖然說 困在蓮花裏面十二劫 但是蓮花 其實裏面的生活非常殊勝 在蓮花裏面的生活 不是很小 因為很大的空間 裏面什麼都很殊勝 相對於天道這麼殊勝 只是沒有機會見到佛 沒有見到觀音菩薩 在那裏的環境非常好 換句話來說 這九輩上品三生 中品三生 上輩、中輩、母有三品 最高那裏立即見佛 開悟 最低高度 要經十二劫才見到佛 但無所謂 人已經在淨土了 只是長時間 最重要是 再明白 我都說 只要我們念佛 法願 已經是淨土人 我們要明白 大成佛法 是大成佛教道場 是大成佛教道場 那裏每個都是菩薩 每個都是自導導他 既然我們自己已經是淨土人 應該是一個收大成佛法 不只是自導導他 所以既然我們是淨土人 一定要自導導他 發菩提心 這個一定要 大成佛法 核心就是發菩提心 既然我們相信 發言念佛 已經是淨土人 變成我們一定要 履行淨土人的責任 就是發菩提心 所以你看看 無量壽經 他講完48元之後 他就說 有三輩往生 三輩往生有三個條件 三個都是 第一 發菩提心 第二 一向尊念 無量壽法 第三 願生彼果 即是說 無量壽經說 阿彌陀佛接引眾生去 是有三類人可以去的 這三輩 每一輩都會發菩提心 都要念佛 都要發言 缺一不可 所以看到無量壽經 很清楚說 發菩提心的重要性 發菩提心 其實不是很多大德 都強調這一點 譬如大家非常敬仰 善道大師 他說什麼 他說自信 教人信 是明報佛人 自己信 不夠的 教人信 教人信 就是發菩提心 幫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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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法門 所以這是發菩提心 靜宗 靜土宗的宗旨 譬如 遺靜法師 靜宗法師 他們的宗旨說 信受微陀救度 尊稱微陀佛明 原生微陀靜土 最後一句說 廣道十方眾生 即是 除了自己信 信 願 念佛之外 還要廣道十方眾生 廣道十方眾生 即是發菩提心 達安法師 也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淨土宗行人 他說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適宜發菩提心 一向尊念阿彌陀佛為正恩 所以最正確的修行的原因 不僅是念佛 而是發菩提心 所以發菩提心 加上念佛 是正恩 所以這裏有少許分別 有些高中大德覺得 甚麼都不需要 只要我相信 發願念佛 便可以往生 但很多大德都說 不是的 你都要發菩提心才行 你不發菩提心 就算相信 發願念佛 都未必去到 哪個正確呢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佛 只要佛才知道 所以 既然基督世界 是一個大乘的道場 我們淨土人 一定要根據大乘 淨土的修行方法 第一 我們一定守五戒 任佛教徒都守五戒 所以 戒福也很重要 戒福 比如說 最基本就是不殺生 不偷渡 不邪淫 不妄言 不喝酒 即是等於收第二福 即是幸福 我們佛教徒 甚麼都要諸我莫作 還有甚麼 眾善奉行 未知是第一福 第一福就是眾善奉行 我們要尊敬師長 孝順父母 持身不殺 收十善悅 佛教徒都要做這件事 接著 發菩提心 自導導他 即是取自己 能夠往生之外 都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 勸面其他朋友 其他人 都收淨土往生 這個就是菩提心了 自導導他 所以我覺得我們 淨土人 其實是在收三福 但可能在收三福 也未必知道這個原因 就是說 我們不停地要守五戒 即是守個戒福 我們要做善事 諸我莫作 眾善奉行 即是守世福 即是我們做不殺生 收十善悅 孝順父母等等 接著我們要發菩提心 幫助其他人 收淨土法門 這個菩提心 所以其實我們正在做這件事 不過這個經文強調 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就不要只說 我什麼都不做 我就在家裡 閉門 只是念佛 念佛 念佛 就想往生就算了 你都可能成功 但不是理想的 我不敢說行不行 因為 我說行 如果不行的話 我做很大的業 就是說行不行 會累到你們 如果說行不行 的話行不行 會累到你們 所以你們自己思考 因為根本怎樣 只有佛的境界才知道 我們要分清楚 凡夫 一定靠練佛 這個一定要的 練佛往生 一定需要的 修其他法門 比如修其他法事 打坐等等 這一生很難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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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基本來說 法原相信 法原 念佛 是往生的靜行 最正確的修行方法 一定是 但至於 修正業三福 是助行 幫助我們 能夠往生 去更高的品位 但這個 如果你不念佛 只要修正業三福 都沒有用 一定要練佛 做主要的方法 然後幫助他 用上三福 但很多大德都說 法菩提心 都是靜行之一 即是說 只是法原 只是相信 法原 念佛 是不足夠 一定要加上 法菩提心 才是一個圓滿的靜行 適合適合適合 我不敢說 因為我自己 未到你的境界 但我覺得 除於法原 念佛 相信法原念佛之外 法菩提心 我覺得每個佛教徒 都應該做 因為我們明白 極樂世界 是一個大乘佛教道場 去到那裡 是大乘佛教的 既然我們 現在已經是淨土人 為何不做回 真正淨土人的身份 大乘佛法的道場 收大乘佛法 自盜 盜他 西方極樂世界 我只講過 無論受經說 三倍往生 每一輩都要三樣東西 發菩提心 專念無論受佛 和原生彼國 所以看無論受經 最重要的那本經 都說三倍往生 每一輩都要發菩提心 念佛 和發言往生 所以發菩提心 很多大德都強調是絕對需要的 除了念佛之外 發菩提心 至到導他都是需要的 有些爭議性就是 很多大德說 希望古靈我們每天念幾多星佛 一萬星二萬星十萬星 最好 越多越好 但問題在 我看這麼多佛經 沒有一本佛經 是要求大家 念幾多星佛 即是說 乃至十年 或者一年往生 沒有說你一年 念一萬星 十萬星 完全沒有提到 要多念佛這個事 佛經 只是強調我們在 絕對相信 法源底下 念佛 即使十句 你都會往生 沒有人要念一萬句 十萬句才會往生 當然 多念佛 即是加強自己的信和緣 你多念的時候 你沒有習念 沒有其他東西 就相信 所以多念佛 即是加強自己的信心和法源 其實和往生品味 沒有什麼關係 假如我們決定自己能 每天要念三萬星佛 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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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其實不是在念佛 你只是在數字 一、二、三、四、五、六 一萬、二萬、十萬 所以你的過程是在數色 不是在念佛 所以我最強調 我們的目的是念佛 不是數字 如果強迫自己 要念多少星佛 在數字 你的心願就是在數字 不是在念佛 所以我們要明白 我們的出發點 是要念佛 不是要數數目 念佛一定要很清清楚楚 念一句 南無阿彌陀佛 念的時候 耳朵聽到自己 念這個佛 用心想著它 所以我們記得 念佛 其實主要就是 是一種感情的流露 是一種和佛交心溝通 是透過念南無阿彌陀佛 和佛交心 我經常覺得我們念 為什麼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呢 佛非常慈悲 它覺得用哪個方法 令到我們往生最方便呢 發覺人的雜性呢 就是 一出生就開始了 當一個嬰兒 一個小孩 一遍小孩 有問題的時候 有主要害怕 注意到想罪 爸爸媽媽 有一時 叫我媽媽媽媽 叫我爸爸 爸爸你幫我 那是很自然 對嗎 有事自然叫爸爸媽媽 這是很自然的 所以叫做爸爸媽媽 這個方法 是人間最自然的方法 所以佛徒覺得,這個方法最好 所以你來我,不如叫我名字 你當我爸爸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爸爸 阿彌陀佛,爸爸,阿彌陀佛,爸爸,阿彌陀佛 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我們念阿彌陀佛,就是念著爸爸的名字 爸爸,你幫我吧,爸爸,你接著我吧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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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 其實就是一種感情的流露、溝通和佛 所以我們念佛,是表達自己和佛的溝通 不是數多少數目字 所以我這樣做得搞清楚 你念佛,不是說要念一萬聲,就數一萬下 數一萬下的時候,你的心就是在數字 最重要就是用心來念,聽到自己的一句 記住它,每一句很清楚,很清楚 和爸爸在溝通,和爸爸在感應,希望能達到溝通的渠道 當然,我們說九輩往生,九輩往生 這個都是經文寫出來 但實際上,去到淨土,會不會有品位分別,就不清楚了 因為淨土那裡,只有佛才知道淨土是怎樣 我們只是靠古而已 去到淨土的品位,是不是有差異呢? 差異是否這麼大呢?還是很少差異呢?根本沒有差異呢? 我們真的不知道,只有佛才清楚 所以九輩往生的含意,我覺得呢? 就是鼓勵我們凡夫,盡量不要作業,不要做壞事 盡量修善,孝順父母,盡量敬動師長,不要實生 盡量修善,盡量修善,盡量幫人發佛提心 其實目的是鼓勵我們做些應該做的事 是諸我莫作,縱善風雅 就利用這個九輩往生的概念,鼓勵我們 希望能夠去到上品 怎樣去到呢? 唯有發佛提心,唯有多做善事 唯有多幫人,唯有修善 即是鼓勵我們做這些事 只要去到之後有沒有品為差,我真的不知道 我亦都相信沒有人會知道 只有佛的境界才知道 因為這裏在東聯閣院,我就講了一個故事 大家知道東聯閣院是誰創立的? 何東夫人張聯閣居士 大家知道他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 這個他自己往生的故事 我看過很多次,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因為這些故事很多 是真是假,我們不敢亂說 所以為了,知道這故事是真是假 我特別請曾哲法師 幫我問一下何毅先生 這故事是真是假的 前幾天,曾經詩知道我在這裏講的 他跟何毅先生印證過真真是假的 因為何毅先生當時的孫是在場 所以不會假的 這個故事非常非常殊聖 張聯閣居士,他練佛很成功 他能夠和佛友感應 知道自己何時會往生 所以如之時至 大家七日之前 他請他的年幼一起陪他一起念佛 告訴年幼,他當日就往生了 跟著他自己默著更衣 坐上合掌念佛 請他的家人練一邊做 他跟他的家人說 如果你們信佛一起念 如果你們不信佛 信其中教沒有所謂 你陪著他就行了 即是陪著他 結果時刻到了 整個房間非常非常優美 香氣 然後有一個黃光 從身體跳出來 轉了一個框 向西走去 很多人看到這個現象 這個就是非常殊聖 希日的現象 就是發生在這個 張聯閣居士身上 因為這個是 張聯閣院 所以用這個例子 我覺得是最貼切的 這個例子證明什麼呢 真是存在的 西方極樂世界是存在的 臨終阿彌陀佛 接他們的往生 是有事實證明的 這個案例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欺不欺不欺因為這裡 你們… 愈不欺也希望 最重要的是 相信 發願 如果你相信 你不發願去 阿彌陀佛不會拉你們去 400 這樣你不喜歡就 84 先沒有拉 escaping 一定要相信 你相信之後 然後才發願 很想去 你想去 就馬上叫父親 你不叫父親 你如何接得去 例子 叫阿爸、阿爸、阿爸,念阿彌陀佛 那時候,阿彌陀佛很樂意接你去 但祂更加希望我們發菩提心 不是自己去,而幫其他人一起去 那就最好了 所以你最緊要記住 相信、發言、念佛 以及未去之前,多做善事 不要守戒 同時要發菩提心 幫助很多人 這是最理想的方法 總結就是 我覺得淨土法門絕對不是消極念佛等死 不,念佛、念佛、念佛、希望到時死 而我一念佛的時候 人已經往生了 剩餘的時間 肉體未死 你既然是淨土人 所以我們要在所有世界 做好淨土人的身份 淨土人是什麼呢 就是極大世界的大乘佛教導場 一方面我們要念佛 不停地念佛 保證我們與阿彌陀佛的關係 沒有中斷 保證我們靜好等身份 沒有消失 臨終的時候 阿彌陀佛、菩薩 一定來接我們往生 但是除此之外 我們要練佛之外 一定要在世界上 還有很多責任 有些爸爸媽媽要接活兒女 我們工作要做好工作 等等我們校上父母 還有每個人都要做很多工作 不要說我們練佛什麼都不做 不可以這樣的 一定要盡量做好你的責任 這是很重要的 第三樣東西 凡是佛教徒 一定要守戒 一定要發菩提心 幫助自己 勸你的朋友 甚至是敵人 希望他們明白 希望他們能夠修正法 一起往生淨土 所以淨土人 不只是採樹 念一天念一萬星 三萬星 五萬星念佛 就交差算數 不是那麼消極 我們要誠心念佛 念足夠的數量 你不需要計應念多少 只要譬如說 我一天念一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你不需要數多少 我知道你的時間 誠心念佛 一句一句地念 與佛交心 一天念那麼多時間 覺得足夠 就要做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同時盡量在不同渠道 幫助其他人 信淨土法門 譬如說 跟人分享一下 鼓勵一下人 幫助人等等 是很重要的 淨土人更加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明白 我們釋迦牟尼佛 我們這個世界 是教很多方法 不只是教靜多法門 又教佛說法四十九年 開始說花鹽 接著說阿含 方便 接著說般若 接著說涅盆經 有幾句說話 花鹽最草三七日 阿含十二 方等八 二十二年 波野譚 法花列盆共八載 加起來就是四十九年 每個階段 他都講淨土 但每個階段都強調不同的收穫方法 波野 方便 阿含 所以每個方法都很殊勝 所以我們收淨土法的人 不能夠看低其他方法 絕對不可以 所以不可以 看不起其他方法 也更加不可以磅佛 磅佛 有很多其他正統宗教 佛教徒 絕對不可以批評其他宗教 尤其是 當然不是邪教一些 正統的宗教 一定要尊重他們 這個佛教徒 除了自己念佛之外 一定要尊重其他宗教 尊重其他 失不同法門的佛教徒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收穫方法 或者說最近一些事發生 因為有個朋友問我 現在中國大陸怎麼看呢 剛剛在十月 兩個禮拜前 在巫石靈山 有第四屆的世界佛教論壇 是中國佛教界的大事 每三年主辦一次 以往 這次我分了幾個分類 其中一個分類叫做 靜心與靜土的分類 我在那裏做了一篇 的演講 題目就是 靜土發門 是念佛等死嗎 這個題目 我講 就在今上下 但我覺得 在這個分組裏面 很奇怪 講靜土只有三四篇文章 其他多數講 靜心靜土 就是 心靜佛土靜的概念 有些是講 靜土其實是慈悲的 是講慈悲事業 反而正正正講靜土發門的文章很少 我更奇就是 國內其他修靜土的高僧大德 不見他們在那裏 鼓勵靜土發門 即是 我發覺只是我自己在那裏 大力推動靜土發門 現在這個文章收集在他們的文獻裏面 我這個月初的時候 中國有些叫佛樂園 佛樂園就是培訓僧人的地方 中國最早有三個最大的佛樂園 第一個最大當中 最大一個叫做 中國佛樂園 就是北京的 這個是直接由 中國佛教協會 會長做院長董頭 這個就是 在北京 他最近請了我 跟法師講同課 就是 科學家眼中 我科學家怎麼看靜土發門 是否迷信科學 法師很想從這角度了解一下 當時我提出 我跟他答四個問題 我說 正統是否阿彌陀佛 從沒有東西 興建出來的呢 什麼都沒有 他不是接觸一個世界 好像釋迦牟尼佛 來接觸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已經存在了 阿彌陀佛 從靈開始 什麼都沒有 建立一個這麼殊聖的正統 這個世界 可不可以的呢 和福樂有沒有抵觸的呢 從靈建立一個淨土 可不可以的呢 是否這麼殊聖的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 這個西方紀律世界 不停地接觸十方世界 這麼多眾生 經濟的十結 這麼長 很多很多眾生 已經去了那裏 有沒有人滿之患呢 可不可以 不停地容納這麼多眾生去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 但是 念阿彌陀佛 這麼簡單 就能去到 第四個問題就是 紀律正統離在我們很遠 阿彌陀經就說 從事西方過十萬億的佛土 有幾個世界 一個佛土很大的 一個佛土是三千大千世界 一個佛土 等於十億個世界 十億個世界 變成三千大千世界 一個三千大千世界 一個佛土 一個佛土 過十萬億個佛土 我們多遠 遠 我根本不可以想像 問題在 我問他 這麼遠能不能去到 就算光速也不能去到 你怎麼去呢 那我就 將這四個問題提出來 跟法師分享一下 從科學角度 如何體會這四點呢 我發覺這四點 我感覺上 是從科學完全沒有抵觸的 以現在的科學 都可以略度解釋一下 它的可行性 那我就跟他分享了 他都幾開心 因為 未試過從科學角度 體會證圖 所以第一次 我跟法師說 因為法師非常重要 法師就是我們未來的師父 即是那些導師 希望他們對這些問題 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 那當時 就很多法師 有些 變成他們問了很多問題 大家非常開心 也將那天的演講 最近登了很多次 登出來 在國內的網上看到 好看到 我今天講 今屆 今屆 第四屆佛教論壇 有一個特色是什麼呢 以往在國內 你知道國內 是對宗教 是有少許避忌的 有少許避忌的 好像我在國內說 不能公開說佛教 我只要說中國文化 等等的題目 但是可能最近 因為習近平主席 他大力鼓吹中國夢 在很多地方講中國文化的重要性 他強調中國文化核心 就是如釋道三個思想 所以也有一次 在去年 在巴黎 在Ulensko 他花了長時間講佛教 印度傳來中國 中國俠心 所以變成在國內 現在引起很大的衝擊 是不是習主席 鼓勵下 大家對佛教 有一個重新的體會 結果就是什麼呢 以往三屆佛教論壇 中央電視台完全沒有參與 這次 中央電視台 北京那裏 是代表中央那個喉舌的 他第一次參與 在佛教論壇 他搞了一個電視的論壇 題目叫做佛教與科學 佛教與科學的關係如何 他請了我 北京大學教授 兩個人 對這些問題探討一下 那個主持是北京 是一個 中央電視台非常出名的主持 叫劉芳菲 一個很出名的電視台 中間那個就是 劉宇烈教授 是北京大學教授 我就是旁邊的 一個女士 下面有很多觀眾 有些外國人 有些教授 我探討完之後 現在回答他們的問題 我當時做了兩多小時 他們就會剪輯大概 留下五十分鐘左右 就會在CCTV4 第四台 香港看到這個電視台 第四台看到的 他好像說 甚至這個月十幾號會 晚上十分鐘播出來 就將這個節目播出來 重點就是說 中央電視台都對佛教產生興趣 這個很大的鼓舞 等於中央電視台 多少代表中方的喉舌 他都能夠公然主持這個節目 即使佛教來講 對佛教有興趣 但是重點都是佛教和科學 即是不要迷信的角度 和科學角度對佛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很高興 我都能夠有份參與 和佛教和科學角度 探討這個問題 上個月十一號 因為現在在國內 對佛教 尤其是佛教和科學的關係 就有興趣 希望佛教不是迷信的 和科學很大的關係 所以最後一本書 送給大家 是佛教科學我寫的 北京大學 最近也請了我特別上去 講一課 佛教約科學 這些演講 當時真的 我猜不到這麼勇著的學生 就 你看 坐滿了 這個地方 本來不知道放得多少人 他根本樓梯 哭了 塞滿了 發覺他們很有興趣 對佛教和科學的問題 聽完之後 他還不停問很多問題 結果拖長很長時間 證明他們對這個 還要說 這班下夢 都是國內一流的大學生 北京大學 很多學生和教授參加 我覺得一個好的啟示 就是現在在一個適當時候 在國內適當途徑 是介紹佛教的 好 多謝大家 感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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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